不过,想来他先前的话,对于这些老家伙也会有着一些震慑,毕竟他不是什么手无腹肌之力之人,以他的实力,即便是在这一族之内都算是靠前的,如果他出了意外,对于这一族而言也会是巨大的损失。 但是,这种等级的强者,可不是光靠所谓的资源就能培养出来的,因此呢,他们应该不敢太逼他,这也会给牧尘争取不少的时间,而他相信自己的孩子,如果牧尘这辈子只是安安静静的待在北陵境当一个普通人,他会感到欣慰。 毕竟作为一个母亲,他只需要牧尘安全就好。 但现在的牧尘,显然走了另外一条路,少年已经挺拔,不再是那个墙堡中哭闹的婴儿,他从小小的北陵境走出来,进入那五大院之一的北苍陵院。 而且他看得出来,牧尘很优秀,他在迅速的释放着他的潜能。 那个孩子未来的路,说不定会比自己这个当娘的更加优秀。 这一点,那些长老不相信,但是他却是深信不疑的。 而对于走上这么一条路的牧尘,他虽然有些感叹,有些心疼,但最终还是感到一丝骄傲。 他的孩子并不平凡,终有一天,那些质疑的目光都将会被他所震惊的,只是那需要时间。 真正的强者需要以时间来磨砺,而当他牵划进去的时候,也将会使他在这群雄云集的大千世界当中耀眼之客。 竟以双手紧握,眼中的神色渐渐变得温柔,低难之声在这一万空间当中,缓缓地传开。 牧尘,既然你选择了这条路,那娘就会毫无保留地支持你。 娘在这里,等着你明动大千世界的那一刻。 北苍灵院与龙摩宫之战,最终是在北苍大陆上悄然的落幕,而这场大战无疑是震动了整个北苍大陆,谁都没想到龙摩宫会突然间对北苍灵院发难,而且那之后的种种变故,也是唯有用风回路转才能形容。 原本因为布局完美而占据上风的龙摩宫,却伴随着一位神秘女人的出现,彻底告诫了上风,然后溃不成军。 连同黑龙至尊在内的宫内六大至尊死伤惨重,六大至尊最后被斩杀三位,仅剩下三人重伤而逃。 在此之后,那位神秘女人更是强势出手,把那实力达到九品至尊实力的无量老祖生生的惊退而去。 这样惊人的本事,让北苍大陆上各方大佬都是金若寒蝉,目瞪口袋。 龙摩宫溃败,声势一落千丈。 虽然上海拥有三位至尊,依旧还是算着强大的实力,可如果要来和北苍灵苑相比,却再没了以往的那种抗衡的资本。 所以,在那一战结束之后,龙摩宫的势力范围急速的收缩,他们疯狂的放弃着那些辛辛苦苦创建出的地盘,然后对大本营退去。 因为他们能够感觉到北苍灵苑绝对不会放过这一次彻底剿灭他们的机会。 而也正如他们所料的,就在那一战之后的第二天,北苍灵苑诸多长老所有高层尽数出动,那股声势惊天动地,看得各方势力心头震撼。 这些年来,北苍灵苑只是静静矗在这片大陆上,但是却因为温和的性子,始终让人无法察觉到他拥有着多么猙獰的疗痒。 所以呢,也是让有些人像是忽视了这尊庞然大物所拥有的真正力量。 而这一刻,那种忽视彻底地被抹杀了。 他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当北苍灵苑开始展露獠牙的时候,是一种何等惊人的争容。 北苍灵苑出动了所有强者,疯狂地围剿着龙魔宫的一处处老窝。 面对着强势的北苍灵苑,此时的龙魔宫士气全尸,纷纷溃逃,甚至叛离龙魔宫。 此时的龙魔宫已然不成气候,连黑龙至尊都是躲着不敢出现。 其余人又哪敢和北苍灵苑硬碰硬的。 因此,在短短三天的时间内,龙魔宫在北苍大陆上的分工几乎被彻底摧毁。 而三天之后,北苍灵苑的强者部队就抵达了龙魔宫的老巢,一座隐藏在大地之下的远古宫殿。 进攻到这里,北苍灵苑势如破竹般的攻势,才被减缓了下来。 因为这里汇聚了龙魔宫最后的力量,同时他们拥有着强大的防护。 那是一座自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上古灵阵。 这种上古灵阵极端强大,想要将其催动至少都需要五位至尊催动呢。 当年龙魔宫战败,北苍灵苑同样是进攻到这里,但那个时候就算是北明龙坤出手,都无法将这灵阵破坏,所以才不得不收兵而回,从而也酿造出了之前的那种苦果。 而有了这种前车之剑,这一次,太苍院长显然是打定了主意,要彻底的抹除龙魔宫这颗毒瘤。 所以呢,即便是龙魔宫再度催动了上古灵阵,但他依旧是发布命令,众多北苍灵苑的强者疯狂的攻击着那上古灵阵,试图将其攻破。 不过,不过,这种方式显然没有太大的效果,即使如今龙魔宫内至尊已经剩下三位,这已经是难以将这上古灵阵的威力发挥出来,但威力依然不容小愧,胡乱进攻的话,只是平白消耗力量。 太苍院长见到进攻不下,无奈当中只能让人去把灵溪自北苍灵苑当中请来。 而一般来说,灵溪对于这种事情素来不怎么理会,所以就连太苍院长都不能太确定这一次灵溪会不会出手的时候。 他却是出人意料地立即赶来,那种风风火火的模样杀气腾腾,显然对着龙魔宫的怨恨丝毫不比太苍院长弱。 灵溪赶到二话不说,就开始研究那座上古灵阵。 他在灵阵上的造诣虽然比不上静矣,但是比起牧尘的话却是强了太多。 因此即便是这座上古灵阵相当厉害,但毕竟此时上古灵阵没被完全催动,所以他沉浸在其中,探究了数日时间以后,也是开始摸清了一些规律。 昏暗的地底之下,荡漾着滔天般的波动,在地底深处有一座犹如魔龙般盘踞的巨大宫殿,而在此时那宫殿外头笼罩着一片巨大的光幕。 光幕显得有些浑浊,一道道古老的纹路,犹如龟甲上的龟纹一般,蔓延开来,散发着一种厚重之感。 在光幕之外的天空上,灵溪凌空而立,他美目冰冷地望着那有些暗淡的上古灵阵,旋即他偏头看向太苍院长。 都按照我所说的,准备好了吗? 嗯,蔡苍院长立刻点头。 北明前辈,等我们搅断着上古灵阵的时候,就麻烦你出手,趁机将其一举破旨。 好啊,北明龙昆缓缓缓点头,那盯着龙魔公的眼神,散发着冷烈。 灵溪抬起手来,一声娇和,动手。 他娇声一落,就见后方众多北苍陵院中的强者体内,爆发出磅礴灵力。 旋即一道道灵力光红席卷而出,略过天际,把这地理照耀得犹如白昼。 铺天盖地的光红,犹如暴雨一般,落向那片上古灵阵的某些地方,而后光幕迅速地泛起阵阵涟波动,一圈圈的波纹荡漾开来。 在这种荡漾下,那上古灵阵中的一些纹路也是暗淡了一些,灵溪再度抬手,然后陡然一挥。 太庞院长,墨游店主,竹天长老等人,都是在此时出手。 他们抬手之间,灵力就犹如化为晴天之柱,从天而降,狠狠地插向那上古灵阵中一些暗淡的古老纹路。 刺耳的声音响起来,那上古灵阵顿时波荡得更为厉害,那灵力巨柱落下的方向,古老的纹路越来越大,而树根灵力巨柱则是一点点的没入其中。 这些灵力巨柱插在上古灵阵当中,仿佛阻挠了他们灵力输送一般,顿时整个光幕都变得灰暗不明起来。 紊乱的波动传开,就见那光幕正中央的地方竟然裂开一道细小的裂纹。 北宁前辈,灵溪美目一宁,北宁龙坤一步跨出,他的身形犹如瞬间一动一般,直接出现在光幕裂纹的地方,然后一拳轰出。 拳下的空间开始崩裂,他那沉重犹如万座山岳般的拳头,就重重地落在那道裂纹上。 整座上古灵阵都在此时猛的一颤,旋即太苍院长他们就惊喜无比的见到,一道道裂纹,以北明龙坤拳头为中心,飞快的蔓延。 短短数席间,就拨及了整座上古灵阵。 当列文蔓延到极致的时候,那座上古灵阵终于承受不住,砰的一声巨响,彻彻底底爆炸了。 可怕的冲击波席卷,连太苍院长他们都是被震退了。 而处于上古灵阵当中的龙魔宫,则是遭受了毁灭般的冲击,宫殿崩塌,一道道人影在冲击波之下,暴成了漫天的血雾。 血雾生长,整个龙魔宫都处于一片哀嚎当中。 太苍院长北明龙坤他们目光扫过下方倒倒废墟,却并未见到黑龙至尊等人的身影,当即眉头都是一皱。 在那里有灵阵波动,灵溪突然指向最深处的地方,北明龙坤身形一动,出现在深处。 目光扫去,脸色便是微变,那是一片深渊,只不过深渊当中弥漫着粘稠的血海,一股股惊人的凶煞之力不断地从血海当中散发出来。 而此时,在血海之上,十数道身影正在凝聚着那些凶煞之力,而在凶煞之力的凝聚下,一座血红的灵阵正在他们脚下成形。 在这十数道身影当中,黑龙至尊也身处其中,他们此时面色有些苍白,而当他见到北明龙坤的时候,脸色更是白了一分。 打断他们,那是能够穿越空间的,传送灵阵,他们想逃跑。 灵溪笑脸为变,他的声音还没落下,北明龙坤已经出手,一掌拍出,黑芒暴闪而出。 就犹如一道道灵语撕裂空间,快若闪电般地把那一道道人影的身体动穿而去。 那灵语中蕴含着极其霸道的力量,在动穿他们身体的时候,也是把他们体内的神魄震碎而去。 黑龙至尊,以及另外两位还残存的至尊健壮脸色都变了。 全集,愿独地望着北明龙坤他们,手印一变,漱口惊血,喷吐而出,脚下血红灵阵,顿时爆发出血红光芒,把他们的身躯笼罩而尽。 哈哈哈哈,太藏院长,你们想要灭了我龙魔宫,没那么容易,我留的青山在不愁没柴少,这次算你们运气好。 不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等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血洗你太苍灵院的时候。 血光,血光弥漫了身体,黑龙至尊他们也是大松一口气,厉声地咆哮着。 那你们也得走得了,北明龙坤一步跨出,身形闪烁出现在那血光之外,而后树掌拍出,犹如穿透了空间,重重落在黑龙至尊三人的身体上头。 黑龙至尊他们一口血喷出去,浑身灵力波动,萎靡到了极致。 不过,就在北明龙坤准备补上最后一掌的时候,那血光已经蔓延而来,笼罩着他们。 最后空间扭曲,三道人影直接消失而去,北明龙坤眼神一寒,干枯的手掌狠狠地穿进那紊乱的空间,然后猛地一扯。 解,从那空间裂缝处建设出来,隐约还伴随着激烈的惨叫声,北明龙坤一声冷哼,把手掌从裂缝当中收回来,同时出现的还有三只鲜血淋漓的手臂。 他们跑了,太康院长急掠而来。 我震乱了他们的传颂,又中伤了他们,再加上废掉一臂,他们呢,已经是垂死之人了,就算能够侥幸完成传颂,恐怕也是死伤惨重,难成大气。 北明龙坤摇摇头。 哈哈哈哈,龙魔公干击一回,就算黑龙至尊还活着,那也是丧家之权,不足为惧。 哈哈哈哈,太康院长笑了笑,神色终于彻彻底底放松下来。 他知道,龙魔公这颗毒瘤终于在今天,被他们彻彻底底从北苍大陆上清除掉了。 从此以后,北苍大陆上不会再有龙魔公。 剿灭龙魔公的行动,足足持续了近十天的时间,才彻底在这北苍大陆上落幕。 而当北苍灵院的众多强者撤退而回的时候,北苍大陆上的所有势力都知道,那个曾经能够与北苍灵院抗衡的龙魔公,以后将再也不会出现在这北苍大陆上。 对于这一点,众多势力也是暗感心虚,不过好在北苍灵院没有称霸之心,不然的话,或许这北苍大陆上将再无势力能够与之抗衡。 但即便如此,在见识了北苍灵院的真正正阵容以后,一些顶尖势力也是百正心态。 以前,因为北苍灵院的不温不火,这倒让一些顶尖势力并不是特别把北苍灵院放在心里。 而经此之后,他们则是终于发现,这个匍匐在北苍大陆上的猛虎,只是喜欢打盹而已。 一旦这只老虎苏醒过来,那獠牙依旧是凶猛无比的。 而在整个北苍大陆,因为北苍灵院剿灭龙魔宫而震荡的时候,在北苍灵院当中倒显得格外的欢腾,无数学员为之欢呼。 这些年来,每次北苍灵院的学员外出历练,都会受到来自龙魔宫的威胁。 若是运气倒霉,撞见魔形天,魔龙子那些超级狠角色,恐怕根本就没有回来的机会。 所以呢,每当有学员外出,都会显得倍加的谨慎,咬心。 而如今,这颗存在于所有学员心中的毒瘤终于被拔除,这如何不让他们为之雀跃呢?